曲名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有一种想象想知道在法界的我在做什么 好像老想跟他在这对抗 因为我很早以前就会觉得 在入境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出阴神啊这样 但是现在我知道法界里有一个我在 但是他和我的这种联系 好像是联系不上的这种感觉 你知道有一个你在那 就是说那个你 那个不管他是叫阴神野霸 叫化神野霸 叫什么不重要 你知道有一个你是在立个维度 或者是什么 这个我仍然是 不管他是叫个神我野霸 他仍然是个我 那个东西也没破了执着 没破我执 一些不要去分别他是真的假的 因为你无法确定你是真的假的的时候 也无法分别他是真的假的 一些不要确定 只是两个幻象而已 你也是他也是 但是这两个东西都没有突破我执 你知道他 他是不是知道你那是领导别录 所以说都在我执的范畴 所以都不清晰 都没有掌握真理 看清真相 所以你的修正一片好吗 不管你出了阴神 你这个阴神在法界里边神通巨足也罢 没有什么 无所不能也罢 仍然是混乱 因为没有 就是说没有真的真理 还有一个我站的空 我是一个大的障碍 你没有突破我 自我的翻证 你神我仍然是个我 他是有局限性的 他有他的维度时空的局限性 有些地方他突不破 所以他不会圆满地看清法界的真相 你最终还是要从我 从你这 从这个地方下手 最终从这个得喜这个身体 这个 这个 这个我 不是从那个神我 从这个我开始 当然有那些东西 你会增加你修行的一些乐趣 但是最终还要从这开始 不要关注他 他给你的帮助是另一个维度的 先不要去 先不要去分析 分析他来自什么帮助 那是立马死 先从这个的宁静下手 先从你这下手 先不要管他 不管他出来不出来 都不要管 所以也是一种修法 你现在是出的一个 如果你你境界再高 也同时出两个三个 而且长得不一样 你会搞 你会哄乱的 你会哄 你都不知道 你活在哪个围空 十公里 因为你着想 你认为出来的那个是你 那又变了一个出来是你 又变了一个出来是你 而且是三个维度 做三个不同的事情 如果有一神圣 你可能出十个 十个维度同时在做 而十个不同的像 那你哪个是你 你说都是你变的 那你该跟哪个维度的去 哪个维度做的事 是你能够影响到你这个维度的 所以暂时不要管 不要管他 让平地一些修这个 出阴神是很快 但是这个有时候很危险 表面上很快 其实有时候反而 如果是着相的话 走得更慢 很多年都会被控制这个阴神的状态 其实出阴神是一种你在修成 有的人在修的过程中出现 通过觉知或者旁观修出一个假的你在那关 但是有的是很定 比如说南串 我觉得他很多人修 有一个就是说旁观者 他这样很这边 关跟被关 两个都很定的时候 他那个旁观者是不动的 但是他会感觉有一个不动的他始终在那看着他 这个他就慢慢慢慢修的这个动的动的慢慢也不动了 然后慢慢就合为一起 当这个消失的时候这个是同时消失的 就开始又突破一层一个围层 但是还有一种是出阴神建立在素室的修正上的 他在打坐的时候就突然就跑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可能是个阿罗汉 可能是个菩萨 可能他看见不是他 是变成了一个和尚 喇嘛也罢 穿着红袍着 就是说突然有一个幻象在旁边 这个人就是他 可能是他认为他是他的前世 或者认为他是他的出神了 那这个神可能变成一个 今天变和尚 明天变喇嘛 后天变一个导师 他什么变形 就是说在法界随缘而变 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这个东西不是就像那种关于旁观 他是动的 他在法界里边 有时候可能进山里边了 你也会能看到他在山里边做什么 有时候你能控制他 有时候不能控制他 这就是出阴神 出阴神这种修法呢 有时候他会在其他地方 去采集一些能量或者什么 你这边会有感应 但这个修法并不是不好 就是说 但是呢 心里别不要执着 只是一个修法 你还没有约正真相 这还不是道 还没有成道 不管你出去那个 你也不要认为那个是真的 也不要认为你这个是真的 也不要去分别哪个真哪个假 先不要有真假的分别 但是我建议你还是先打好一些基础 从正定上做出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意念还很散乱 烦恼还很重 贪圈尺脉也还很重的时候 那你就很着想 那么这种出阴神有时候 反而不能太多帮到你 反而让你经常在境界里玩得不亦乐乎 很难 就是说不只是说人世界的境界还早 连那个阴神的境界也早了 有很多境界 但是 因为这个就很难 就是说如果你 大家说这个还有一个 有的人就功德很圆满 还有就是慈悲心很足 菩提心也很足 在这个时候 那么还有一种人就是 素食成就很高 那么这样呢 他的阴神在禅定里面 会有很高等级的 或者佛菩萨来指导他 通过指导他的阴神来成就他 因为 但是那个的时候 你这边 你这个 你是在一般是在 万物状态 你的英雄才能够通过 学习另一个围城的东西来 直接跟你合一 但是如果没有 更高的指导 而你这边又很着相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比较危险 现在是比较麻烦 是做到 他自己会出来 会有一种潜意识力 你出来是个什么东西 你觉得是一个图像还是什么 是一个男的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第一种的那种 就是 关于所关者 然后我有东西在我上面去做的 他在看我 那可以 那继续吧 那没问题 暂时没问题 因为他是自己跳出来的 没问题 这个很多人有 这个没问题 不怕的 你首先不要把它认为是很神秘的东西 不要觉得他了不得或者是什么 因为所有的现在对你还所有的出现的不管是神我也罢 把阴神也罢了 它是相对你存在的 因为你用意识去认知它 因为那一刻 当你觉得头上坐着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意识还在动 你用意识认知你的头上有一个东西 对 而不是一个忘我的状态下你变成了一个东西 那是两码事 这个还有问题 这个还是 你跟它 这是相对存在 你没有它也不会存在 因为我是想意识上是想把自己放在 因为我没有身体的感觉 就比如说放在海底的大概的位置 我的意识应该是放在这儿了 但是他总有个东西在那儿 就像宇宙里总有个东西在那儿看着我 然后我就在这儿去坐着 但我就在看着它就会被它给拉走 就感觉那个意识就是 它不是在我的意识 是在它那块 那意念是在它那块 没问题就这样修吧 先静下来 静下来 然后呢 尽量的每天在日常生活中 觉知你的贪图吃脉 你的吸气欲望 吸气欲望越清净 你修正的越快 还有就是说 如果是任何时候 去不要失去慈悲 一个补体性 就是慈悲 慈悲可以帮到你 就是说没有其他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神通 没有很多的力量的时候 如果你慈悲 你遇到任何东西 慈悲的力量非常大 所以你能够跨越魔境 慈悲心只要不丢 你就能够跨越 跨越很多障 而且很容易得到 菩萨们的感应的加持 帮助 对 感恩是一个方面 但是有时候遇到 即使在境界里遇到一些事情 或者什么 你那一年 不要写想到自我的角色 就是想 就是有时候很 觉得自我了 自私了 也多宽了 多亮起 这个可以让我们在 老是不在身边的时候 或者什么 就是在 凶政的境界里面 会迅速地突破一些障碍 因为你慈悲的时候 是没有敌人的 对 seasonal的老人 人生不大 特别失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